一块米其林餐厅的牛排 动则成百上千块 那么如何在家里复刻一块高级餐厅的牛排呢 作为一个专业的餐饮顾问 今天我会从选油 牛排的煎制 时长的控制 以及牛排的熟成 帮你进行全方位的扫盲 首先我们来讲讲煎牛排该用什么油 总的原则是需要选烟点糕且味道淡的油 例如味道淡的玉米油或者葵花籽油 切记请不要用出炸冷压的橄榄油进行煎制 因为它的烟点滴极易氢化 在高温烹调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 我们拿肉介的后切眼肉为例 牛排解冻后 先用厨房纸充分吸干表面的水分 锅子充分预热后将牛排下锅 如果锅子不够热 牛排的表面就很难形成足够的煤拉德反应 讲人话就是 如果锅子不够热 会导致牛排的内里煎老了 而表面还没有明显的焦和感 这样的牛排吃起来就不够香 煎牛排的时间 可以备一个傻瓜版的口诀 多厚的牛排就每面各煎几分钟 这样是完美的五分熟 煎牛排的过程中 如果需要加入黄油提香 可以在最后的一到两分钟 加入香草和黄油 避免黄油过早的焦化 牛排煎好以后 煎了多久就要让牛排静置休息多久 英文叫rest 而目的呢 就是让煎制牛排过程中 渗出的血水 学名肌红蛋白 重新回到牛排的肌肉细胞里 这样的牛排吃起来才软嫩多汁 而不至于啊 又干又柴 下期我们讲讲 如何在家里制作熟成牛排